波音公司又出事了 有人却说美国这一仗打输了 这是究竟怎么一回事呢 近年来 美国由于借用联盟号 虽向俄罗斯支付了高昂的座位费 所以美国决定研究载人飞行器 将他们的宇航员送上太空 但是美国这一计划却一波三折 据媒体报道 波音公司研究的星际客机号飞船 在发射30分钟后出现了故障 随后 NASA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经过调查 星际客机号宇宙飞船上 搭载的计时器出现了错误 误以为自己进行了 实际上并未发生的入轨点火 所以消耗了很多燃热 无法进入预定轨道 就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 所有矛头都指向波音公司 因为这艘宇宙飞船 是波音公司研制的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NASA同时委托了波音公司 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帮助他们研究载人飞行器 但是波音公司的研发成本 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研发成本 足足高了将近17亿美元 也就是说 波音公司收了高昂的费用 但是没有办成事 再加上波音公司737 MAX的事件 让美国人更加的不信任波音公司 为此还有人调侃 他们肯定是把737 MAX项目的工程师 调到了星际飞船项目 由此可见 波音公司这一仗终究还是打输了 此前 波音公司本想靠着 这次发射星际客机计划 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想让所有人对波音公司有所改观 结果事与愿违 同时还有人说 美国在这一仗上也输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此前美国之所以 想研究自己的载人飞行器 是因为他们想摆脱 俄罗斯的联盟号 并且想突破 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 但是按照现在的状况来看 美国至少在近期以内 是无法改变这一现状了 波音公司在这一项目上 可谓是赔了富人又折兵 此前 NASA是出于信任 曾让波音公司来研究载人飞行器 波音公司也是为了想挣一笔钱 并且还能为自己证明 才接受了NASA的请求 可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研究出来的宇宙飞船 竟然会发射失败 但是这一切 都应该由波音来背锅吗 为此有人说道 这一切的根源 还是因为美国太急功近利了 波音公司也是因为想 快速摆脱这一现状 才导致他们的飞船出现事故 但是又有谁会去怪白宫和NASA呢 毕竟飞船是波音公司研究出来的 经过这些事故以后 波音公司未来的路还会一帆风顺吗 他们又该何去何从呢 波音公司 波音公司 波音公司